4月28号王翠玲为全新的美食节目Menu Please 连同节目导演以及中文部经理陈明慧 召开了一场简单的记者招待会 因为一日午餐深受大马观众欢迎 翠玲表示这一次的Menu Please绝对是升级版的美食节目 我这个全新的节目Menu Please 就是一个昇华版高级版的一人午餐 内容呢Menu Please就会是一些比较高档的食物 因为一日午餐到现在都已经好几年了 我相信是刚刚出来做事的小朋友 都变成了Manager 大家不担大了可以去一些更加高级 又或者更加多一些奢华的享受 这些未必可能是你日日吃的 但是你有 occasion或者over the weekend 你想带个女朋友带完妈妈去吃 都可以去享受一下 每一集里面我会介绍两间餐厅的 当中有中餐 Italian food, French, Japanese, Korean 一路Fusion一路打落都有的 当中有很多都不可以过路之后 因为我觉得fine food在马来西亚大概 如果你计准它 都是十几年历史 从十几年开始 到开了几年的食事都有 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啦 都会去试一下 她将带领着本地艺人穿梭 吉隆坡各个特市高级的 异国美食 除了中西市 翠玲说这一次会介绍一些鲜少 被发掘的美食 就像是克罗地亚 西藏 以及利比亚美食等等 做了那么久的美食节目 品尝了那么多不一样的美食 翠玲承认她因此变得嘴馋 对于好吃与不好吃 她做了这样的解释 我常常被人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 喂 什么最好吃的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的 很好吃的东西 其实很在乎你自己的心情 跟谁人 你什么时候去的 说真的 你吃得很饱 然后你才去吃一个 很漂亮的波士丹蚀 其实你的意欲都会降低 所以我觉得很难去试图 一些东西是 什么最好吃 或者什么最不好吃 这个是回答不了的问题 随着你自己年纪的成长都会不同 好像我小时候 我很喜欢吃糖的 甜食很喜欢吃的 但是大约的食材 不是我的杯子 都会变的 所以很难去准备 我只不过是 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会做一样东西 就是在那间餐厅里面 一定要试的菜式 可能都未必适合个个人 但是大部分人都会喜欢 有专人化妆 翠玲无惧首次以高兴拍摄的节目 她说会专心策划好内容 其实都没什么担心的 因为很坦白说 我觉得素来翠玲 都不是走美女路线的 素来大家都知道 我不是亚鸣那些 所以我想我会着重 这个 content 多点 出生于美食世家的翠玲 有个厨师爸爸 周遭的朋友 也是美食行业的专业人士 所以她从来没有想过 要自己开餐厅 她解释说 因为不想被熟父与自己的餐厅 还想跟朋友一起品尝更多更多的美食 我喜欢到处去吃 你喜欢喝牛奶 需要不需要买正牛 回家的样子 不用了 所以我是不会开餐厅的 那一开餐厅的话 over night 我又不能去人家的餐厅那里 哇 我见少很多朋友 不发算了 我觉得这件事不好 我见到餐厅的主持人 尤其是要做operation那些 是真的很疲心地走开的 我这么害怕 我宁愿去你那里 好过你来我那里 对不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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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